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美新冷戰持續加速 在今早上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在他的微博上自爆 說美國方面拒絕向中國記者提供簽證續期 而同一時間 北京又有一個消息傳出 說美國駐華大使館 打算拍賣他們的二手家檔 惹來了很多人的猜疑 究竟是否中美即將會脫勾呢? 講下去以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示對我們的小小支持 你只需要按這條短片下方 訂閱紅色字樣就完成了 訂閱完後 記得按旁邊的小鐘 變成響鈴 你就會收到我們的新片通知 到底胡錫進今早在微博上說什麼呢? 據老虎了解 在驅逐了六十多名中國記者 而且無差別將所有中國駐美記者的簽證 縮短為三個月之後 美國很有可能不給予簽證延期 導致更多中國記者不得不離開美國 目前距離美國設定的8月6日簽證到期日 只剩下幾天的時間 據他了解 雖然在美國的中方記者 都已經按照美方的要求提交申請 但是並沒有任何一個人獲得延期簽證 近四十位中方記者 甚至到現在為止 都未曾收到辦理簽證延期手續的通知 其實這件事就是意味著 中美新冷戰在媒體戰這條戰線上 又再加速又再升溫 美國通過不給予中國記者簽證續期 等同於變相落了一度的續客令 因為簽證夠期的時候 難道這班中國記者賴死不走嗎 一直在美國那裏蹲蹲 就算他很想都不行 一定會被人驅逐 為什麼美國方面會落這個決定呢 其實較早之前 他們都有解釋過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一直以來 都沒有當這些中國媒體是真正的新聞機構 而是當成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 當成是外交機構的一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認為 這些中國媒體 中國記者根本上不是要來反映事實 反映真相 而是一直操作著一件事 就是搞大外宣 就是搞對外宣傳 這就是美國政府的觀點 而且在前排大家都應該有印象 就是有兩個中國記者 分別自稱來自台灣和香港 原來來自台灣那個 他真的是台灣人 不過就是幫上海衛視打工 說來自香港那個更離譜 他本身就是大陸人 不過就是幫鳳凰衛視打工 自稱為香港媒體 當然他們在現場的時候 就老點得到特朗普 特朗普又好像不知頭不知路 但是後來一定有人告訴他 所以這一筆帳就記下了 特朗普被人當是Lulu 現在當然會採取反制措施 好了 胡錫進繼續說 他說老虎要問 華盛頓這樣究竟是搞什麼呢? 美國政府最近一系列 對中國的打壓不斷刷新 人們對美國的認知下限 中方肯定就不會坐視不利 必定會有正當的回應 美方是要把中國駐美記者全部都趕走 還是想逼中國自己把記者都撤走他 老虎就想說 這樣是嚇不到中國人的 他就想華盛頓好好地想一想 很多美國記者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 美國在香港還有幾百記者 中美媒體戰進一步升級 誰會最難受呢? 答案是擺明的 胡錫進這一番的說法 其實就是建議了中國提出反制的方向 就是針對美國駐中國的記者 尤其是駐香港的幾百個記者 這班人將會成為中國反制的目標 因為胡錫進建議 如果搞到最後 真是弄假成真 真是把這班美國駐香港的記者 全部驅逐走的時候 對於香港來說就相當危險了 首先第一件事 你想想有沒有一個國際城市 是可以完全沒有美國記者住宅的 說出來笑死人 全世界是找不到一個這樣的城市 如果沒有這些外媒記者的時候 你本身這個國際城市都是失息不少 差不多淪為了中國普通沿岸城市 是一樣的 第二件事 就是香港的新聞自由空間 肯定會受到進一步的擠壓 因為這班外媒記者住宅在香港 他至少做到一個功能 就是報導真相 就是把事實反映給全世界知道 若然這班美媒記者 真是被大陸驅趕走的時候 他們就不能做第一手採訪報導 他們只能夠等候那些二手資料 時間上已經有延誤了 而且那些二手資料到底有幾成真幾成假 能不能夠反映得到事實的真相和全貌 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期間 很多外媒記者正正就是 有把事實反映給全世界聽 所以就引來了全世界的關注 若然全部都走完的時候 你裡面發生什麼事誰知道 其實就算你說中國大陸不趕也好 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以後 已經有一些美國媒體陸續送人離場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 在上個月中七月中的時候 紐約時報的記者 有三成的人員已經撤離香港 主要是從事電子新聞業務 所以我相信很多美國媒體 就算你不主動趕他走也好 有了這個港區國安法通過以後 人家都已經制定好一些應變計劃 隨時就交腳走人 最有可能就是會遷離到第一島鏈地方 比如說日本、韓國和台灣 因為這三地的政府 都是具有高度透明度 而且這三個地方 都是有高度的新聞自由 所以如果人家真的要走 我相信已經想好計劃 不僅是美國媒體 其實美國政府本身都有相當的部署 說的是離場的部署 在北京方面 美國駐華大使館發了一張通告 他們打算變賣拍賣二手家具 通告是這麼寫的 美國大使館總務處財產辦公室 將於8月4日 在順義美國大使館庫房 舉辦密封投標式二手物品現場拍賣會 當中的拍賣物品包括了 住宅家具、電器、電腦和其他有破損的物品 美國大使館說 不保證所拍賣物品的質量和狀態 每項都含有眾多數量的物品 沒有底價 指限就是美元付款 好了 為何突然間會在敏感時刻 走去拍賣家具 很難免會令人聯想到 究竟是否想趁著中美脫鉤以前 連最後一筆都舔起來才走 當然這是聯想 沒有實質的證據 不過在這些巧合的時刻 這麼多事情發生的時刻 出現這件事 就很難免會令人有這些聯想 當然我們翻查過資料 原來美國駐英國的領事館 都曾經拍賣過物品 但是 今次到底是否 性質一樣 這樣就很難說了 因為不僅是美國駐華大使館 這樣做 而且連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在五月份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 他們打算拍賣宿舍地皮 位於壽山村道 37號 其實隔離39號明園 已經在18年的時候 被華潤置業買了 當時價值59億元 現在有六等別墅 這個37號 到底會賣到多少錢呢 肯定也是會創造一個紀錄 我估計 當美國出售了這幅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職員宿舍地皮以後 其實還首持有兩幅地皮 一幅是位於中環花園道26號 駐港澳總領事館的館子 另一幅是位於白家道3號 在山頂的 就是駐港澳總領事館的館子 只剩下兩幅地皮 那是否預視著 美國將會與中國脫鉤呢 而且當中美兩個國家 駐紮在對方的人員越少的話 其實發生熱戰的危機就會越大 因為你已經沒有什麼渣拿在對方手上 這個一般的理解就是這樣 到底現在是否向這個方向來保處呢 那就真是見仁見智了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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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